製作這條片是2022年3月14日的晚上10點9點 昨晚凌晨大概2點半的時候 香港就發生一個N年難得一遇的地震 之前也有時發生過一些很細小的南丫島 早兩年是否說大嶼山都震過 但現在這個直成是全港很多地方都感覺到 連我住在九龍的我昨晚都親身經歷到 當然就正所謂不動不沾 如此一動就當然值得占卜起 看看整個社會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也要跟水瓶座、白羊座和8月23日出生的寸女座 你們的預言我又要提出了一會 其實說真的在昨晚3月13日 Sunday 晚上10點11點多 我已經出了一條影片 塔尖暖南星盤分析 然後是什麼 2022年3月急凶歲至 其實就是想提出我之前說 你們接下來的運會會吃完糞便 尤其是如果是水瓶座的話 還有精選了3日出生的 2月2日、2月13日和2月18日 這3日出生的太陽水瓶座會更加吃糞便 我一直說了 其實我一直想製片去跟大家說 如何趨急避兇 所以我昨晚3月急凶歲 3月急凶歲 為什麼要走 那個上集就是講了一些比較急的事情 然後我就打算去弄下集 講空的事情 其實我本來打算今天就去出那個下集 但是誰知道 昨晚凌晨 有一個N年難得一遇的地震 當然說了這個比較緊急 而且它會更加切身 關乎到全體社會的人民 會避充十二星座的人民 所以為什麼 我又要去防止你們的那個 趨急避兇衰子 還有各位需要 bear with me 因為我今天去弄這段影片 我現在去錄這段音 其實我是沒有稿的 我是邊看著星圖 邊看著一些手抄的資料 就在那裡順手尖來 脫口 不是說脫口 就是叫什麼 我口趕我心 即興地說出來 OK 所以如果有時有些甩咳 有些飛來飛去 大家不要介意 好 這個盤呢 就是取什麼時候呢 當然是昨晚凌晨 那呢 那 如果你們看到我昨晚的一些帖子 那我就說 哎呀 我首先去發問大家 剛剛是不是地震 那我就寫了是2點半的 OK 但是天文台呢 就說 還是什麼什麼 國家地震網 就說 原來它是在2點29分 那 反正一分鐘也沒什麼所謂 那我就拿2點29分 不過 其實 我感覺到是在2點29分 只不過我 我記得我感覺完之後 我還衝出房間 然後到處看 然後再回房間 出帖子 然後再看電話 所以那裡也應該過了一分鐘 所以2點29分 那就是2點29分 那這些東西呢 放心 其實呢 沒有觸得那麼準 因為我看到很多粉絲 在我的帖子那裡就很害怕 因為我那個帖子就是寫2點半的 然後有些粉絲就說 哎呀 不是喔 根據公司的資料是2點29分 那會不會差的 那現在可以去安撫大家 其實沒有的 一分鐘這些 真是不成問題的 就算說真的 我拿2點半都可以 就算我玩東西 我拿2點31分 我相信都沒有問題 不過 這個我會說是99%的例子 因為其實 說真的你明不明白 你當其實 算命占卜這些都是一些statistics 你暈暈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紅樓裡面 你差1分鐘 算得是什麼呢 那99%的例子 真是不 doesn't matter doesn't really matter 但是除了1% 如果有時候 一些個人算命的帖子裡面 我分享一下 我自己過內人的經驗 我算過這麼多的帖子 有些人呢 他們的帖子 真的差少少 我不敢說1分鐘 但是可能是2-3分鐘 那帖子已經會有些不同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星 原來它是踩在一些交界的位置 一些跨工 Houses 的位置 其實它真的過了幾分鐘 那個星可能就會由7公 進了8公 OK 那這些其實會不同 但是我看這次這個香港地層帖子 其實它就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 如果你自己去檢查一下自己的帖子 如果你真的有些星 是向一些交界的公位 其實呢 經我從業了這麼久的經驗 有兩體的 第一 你有可能是一些修行人 OK 前世是一些修行人 那天呢 那天呢 今世可能呢 不太想讓你去算命 或者有些事情是想 搞一搞亂你 因為呢 它不想你前世的資料 那麼容易顯而意見 被人看得到 我講真的 當然啦 如果是中式八字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兩個時辰 兩個時辰 是不是 但不是的 如果你是在時辰的交界 可能是紫時丑時 如果你是1AM出生 剛剛好1AM 究竟你是紫時還是丑時呢 因為紫丑兩個 已經是一個屬水 一個屬土 已經會完全不同了 應該是這樣 但總之 我打八字作為一個比喻 如果是西洋占星 我都真的見過 有些人的盤 是真的欠幾分鐘 那些星就會移了公位 而第一 它們真的 可能是 有可能是修行開 總之 那天不想 去評論它們的圖片 所以 讓你搞得很複雜 OK 如果一顆星是這樣 你說有兩個可能性 那你兩個都算了 但如果有兩顆星 同事都是跨界 那你可以有四個可能性 你明白嗎 所以其實有時候 是上天的一個小把氣來的 第一個是 這樣的一個個案 然後第二個個案 有時候有些人 如果那個星是一些跨界位 通常這些是什麼人呢 我在這裏就 先買個關子 因為我今年 2022年的年尾 我都說了 我會公開 即是開班去 售圖 終於去搞簽聲 那我到時去搞簽聲 就會去開股 去分享那個答案 好 那 那 果然這麽久 終於要延歸正傳 我們回歸這個星盤 這個星圖 那 就是取 大家見到 22年3月14日 昨晚凌晨2點29分 香港 GMT加8 即這個市區 還有你看到經緯度 因為是香港地震 OK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些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左下角 因為我們做占星博博盤 其實我們是要用 Regiomontanus House 這個公位制度 所以我這裏都是符合這個傳統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星盤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個星盤 究竟是否正確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星盤是絕對正確的 首先我們看一下 市場上升 所以 為什麼我現在很喜歡用這個占星之門的 就是這些星盤 去給大家看 因為平時我不會用這些中文字 我是用一些專業的 很多象徵的 但是我懶得每次都跟大家說 哎呀 踏幾方向 有個不知道什麼象徵 就是什麼座 什麼星 那我索性就用中文 OK 那大家現在看到 左邊 市場上升 這個就叫上升族 那首先這個上升族 那首先這個上升族 是一個很正常的位置 是一個valid的位置 OK 那還有我們現在 即是我們現在 即是我們作文是發生什麼事 作文凌晨 地晨 OK 我們看一下現在這個一公裏面 看到那個八數目字 是不是有個冥在這裡 那那個冥王星呢 就說在這個 摩蟹一公的28度 好了 冥王是說什麼呢 就是一些大毀滅 大震動 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 昨晚那個地震 就沒有說毀滅了整個香港 那但是其實它就是 這一種潛藏的能量 無端端爆發 是不是 就是這些 seismic waves 無端端飛到來香港 那是不是很重這回事 OK 那我們由一個自然的象徵 可以看到其實 這個星盤就是在描述這件事 OK 那何況呢 摩蟹都是土聖星座 是開創的土聖星座 那呢 也都是 符合著我們說 咦 一些土地上面 OK 那就是感受到震動的 尤其是香港這個 就是 高樓大廈臨立的地方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其實在家裡 很高都感覺到這個震動 是不是 就是你很少說 晚上在街上站在那裡感覺到震動 那其實摩蟹就是講這些高樓的建築物 那我們在高樓的建築物裡面 都感受到這些搖搖訪訪的行為 那就是非常之符合我們這個chart 就是我們的一個真實生活發生的事情 那還有 繼續去講回這個chart的 validity 我們每一次去起一個chart 其實是要首先判斷它 是不是一個可以被解讀的chart 那其實詳情和更多的規則 我在之前youtube 都很久之前 是去年2021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做 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烈黑天鵝事件 它是一個特輯來的 分了幾集的 然後在中集那裡 就有專門去教大家 簽聲佈掛的一些基本原理 有興趣可以去重溫那條片 好了 還有我們現在去看看月亮 如果有些人呢 看到這個月亮 就告訴你 它現在在巨蟹座的29度 對 最尾的那個倒數 還好像在 我先看看 29到28分 是一個非常美的位置 如果有些人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說 咦 月亮這個上位不是叫空亡嗎 Void of course 其實這個chart就invalid了 但是我告訴你當然不是 因為我們看看現在月亮 是否跟冥黃星有條深藍線 在中間 你看看右下角那個legends 即是他們現在形成了180度 直接打仗 這個叫一個opposition的aspect 一個對分的上位 即是他們現在站在對立面 一個對分的角度 我們叫上位 晶星學叫上位aspect 即是其實degree 他們形成了一個180度 其實這個月亮 不就是講這回事 不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人民 根據我們世俗晶星學 月亮就是代表人民的 在Mundane Astrology 而且月亮就是代表我們最關心的 那個比詢問者 現在我們是代香港市民去問的 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大地震 就是摩結一公計的冥黃星在作水 所以這個chart是totally valid的 好 繼續說一下 咦 接下來我們這個社會會發生什麼事情 咦 亦都是現在開始 我可能會開始說得了 因為現在開始真的沒有scripts 那我就真的忙到什麼就開始說了 而我第一個想說的就是 我剛剛提了冥黃星幾次 那大家可能會問 哎呀 暖蘭你不是經常說自己是古典占星嗎 那為什麼你會看冥黃 三黃星 是啊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不看的 尤其是一些個人的星盤裏面 我是不看三黃星的 不過 除非 它是一些 真的塌塌陷的位置 那現在我們說真的 這個冥黃在28度 現在月亮在29度 欠了1度 那這個opposition的aspect 是真的非常之塌塌陷 你不能去否認 那所以這裡當然是要去給他一個credit 好啦 正所謂月亮就說人民 現在人民就跟冥黃星在打仗 那冥黃星是什麼呢 尤其是他去摩結一公 我都講過了 摩結一公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社會 然後冥黃星就是講一些高壓 強權 陰謀詭計的東西 何況摩結座都是一些陰謀詭計的環境 那所以呢 在一個非常之高壓的環境之下 我們是 即是我們人民是感受到一個非常之 要跟他對抗的一個心態 OK 而最緊要呢 冥黃星呢 是掌管著天蠍座的 而天蠍座是這個chart裡面 十一公的公投 十一公是講什麼呢 十一公是講一些黨派 一些黨派利益 而現在這個冥黃星 即是十一公的主星 他去了摩結座 亦都是代表政府 即是說原來很多東西現在 搞到人民的 是因為一些黨派的利益 他被搬上了一個社會 高層一個政治的層面 所以為什麼很多東西是會衝撞到人民 然後人民是感覺到非常之不開心的 好啦 那繼續講 我們說呢 這個月亮呢 現在在巨下的29度 叫一個analytic degree A-N-A-R-E-T-I-C OK 他呢 就非常之想 進入獅子座 然後呢 獅子座的主星 是 太陽 那我們呢 看看太陽發生什麼事 這裏呢 亦都呢 跟今天 3月14號 恆子大跌呢 是非常之呼應的 我先不要講月亮想進獅子座這回事 先 我先講 就是獅子座 主星太陽 好了 那獅子座呢 是掌管 這個chart的白宮 白宮呢 就是講一些 投資的事情 而獅子座呢 亦都是有一種賭博的意味 所以一些 投機的投資 即是股市 嘩 我們看一下 這個獅子座的主星太陽 正正就是在相遇座 合了海王星 所以 今日 的 恆子歷史性大跌 跌超過二萬點 是絕對在 星象上有跡可寢的 因為 這個太陽 即是代表這些 投機投資的東西 去了相遇座 被一個很強的海王星 去合了它 而海王星是有一種 將一些能量去化開 去散開的意味 所以一些 投機投資的東西 會被化掉 化成灰準 化成灰準 化為烏有 有一個這樣的意味 何況我都說 多說 月亮是代表人民 然後 月亮現在是七公的主人 所以 巨蟹去到獅子 即是獅子是巨蟹的第二公 異公在占星河代表錢 即是獅子座代表人民的錢 再說多一次 獅子座的主星是太陽 即是太陽是人民的錢 然後 錢現在就是在相遇座 給那個海王星一化 就化到 全部沒有了 就令到很多人的身家 是化到 縮水 特別是透過這種 賭博性投機投資的行為 好 現在就說回 月亮 趕著想走進獅子座的行為 即是說 月亮其實很想得到一個太陽的關固 OK 因為我們看到獅子座裡面 這個座裡面 它是沒有星的 既然這個座裡面 它沒有公內星 我們叫Housed Planet 如果它沒有公內星的話 我們就要找它的公主星 它的主人 它那個 即是那個主星 或者叫守護星 那個Ruler OK 然後獅子座的主星 我就說到 口都臭了 是太陽 即是說 月亮是很想得到太陽的關固 何況 太陽現在就是在相遇座 是另一個水性星座 即是 跟巨蟹座的月亮 是形成一個 天然舒服的位置 因為大家都是水性星座 你看到 兩個都是藍色 巨蟹和相遇 然後呢 如果我們由巨蟹 二役時針 數到相遇 相遇是巨蟹的九宮 即是說 現在人民 很想得到 財富或者是資源 從九宮 即是從一些國外 所以他們現在 基於現在跟冥王星在打仗 這種高壓的不滿 他們很想快點 哎呀我怎樣可以 令到自己更加舒服 更加安全 令到自己那個感覺 更加富有 不要再被剝削 不要再在這裡捱窮 他們很想找 相遇座 九宮的太陽 OK 再說一次 為什麼相遇座會是九宮 因為你由巨蟹 數到天平 數到天氣 數到摩蟹 數到相遇 就是第九個宮位 什麼叫九宮呢 就是一些國外事務 亦都是反映了為什麼 很多人民 現在是想移民的 OK 但是放心 其實這些事務會搞得很好的 因為我們看到 向相遇座 它有那個妙主 就是那個Ruler 就是木星 何況加上海王星 都是去現代仙星學的那個妙主 那個主星 OK 所以在一個相遇座 這麼強的情況之下 其實如果人民是趕著要移民 那麼這件事也可以搞得很好的 不過 如果你又會懂陷阱 然後其實你會看過相遇座 現在也都有那顆空星 就是落塌 我們叫Determine的那個水星 好 水星發生著什麼事呢 那麼水星呢 其實它 最終在相遇座 就是一個非常差的位置 在這個案件就代表 雖然人民如果要搞移民 或者去海外得到一些海外的資源 去搞這件事的時候 那個本質是漂亮的 但是有一些後天的因素 就會有一些阻撂了 是什麼的因素呢 是一些繁文玉節的因素 就是其實外面的國家本身是歡迎你的 但是基於某些原因 他們現在要去增加你的一些條款 去令到你要去簽更加多的文件 總之在你搞的那個過程 會有更加多的繁複瑣碎的程序 那這些東西是會造成一個阻礙的 OK 我們又繼續看 這個水星落陷在雙魚 原來水星就是掌管寵女座的 而寵女座就是這個chart的狗公 就是掌管這個chart的國外事務 就是掌管這個社會的國外事務 那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 在國際上是不受歡迎的 但是 這個社會不受歡迎 但是其實 其他外國是會歡迎人民的 但是就是因為 其他外國不歡迎這個社會 所以他就算歡迎人民 所以他就算歡迎人民 但是在人民移去海外的時候 他都要給一些姿態 給一些條款加一些東西 去向你這個社會 好像做一個示威 做一個宣洩 OK 所以其實就是非善之罪 罪不在人民 而是在這個社會 它在國際上的躲 但是因為 好像俄羅斯這樣 其實國際社會現在不是針對俄羅斯的平民 但是針對俄羅斯這個國家 去搞烏克蘭這件事 去針對普京 但是最後都是會 去波及俄羅斯的英文 明白嗎 好了 那還有 特別是一些 什麼的issue上面 現在這個社會 會有些惡名超張呢 那我們看回 處女和相遇的那個slim 就是講一些 公共衛生的事務 OK 那大家這裡很明顯 就是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好 口多桿 讓我先喝一口水 我希望我現在不會說得好 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話 歡迎在留言區那裡發問 好了 今天繼續說 我們接下來要看一看 土星 好了 再說一次 這個chart的上升軸 躲在摩蠍座 摩蠍座就是現在這個社會發生的事 就是地震 然後摩蠍座裡面 就有一個housed planet 就是冥王星 但是同時摩蠍座的ruler 那個公主星 其實是土星 土星現在我們看看 在水平座 和不交點 是發生一個 我們叫四分相 就是90度的degree 一個叫square的aspect OK 還有他們這個四分相是成立的 因為 土星現在是在水平座的20度 OK 然後 不交點 就是在金流的24度 但是因為不交點會逆行 所以 土星就會 那個度數越來越大 就是20 21 22 23 24 那不交點就是 那個度數越來越小 24 23 22 21 那就是他們 這個90度的上位 是會越來越緊密的 好啦 同時我們也看一看 這個土北四分 就是一個 亦都是一個地震的 就是一個indicator OK 那其實大家如果以前聽到我講 例如我 2022那個預言 在part 1 我經常都是強調已經土天四分 土天四分就是地震 但其實現在根據這個chart 其實土北四分 都可以是一個地震的indicator 因為畢竟 其實都是發生在 水平座和金牛座之間的那個四分 OK 所以 再次顯示了這個chart 是絕對valid 好啦 現在我們要講土星 哇 土星實在是有太多美麗的story 太多人人入性的story 可以去講 土星是這個chart的上升族 踏在那個位置 即是摩蠟座的那個主人 即是basically他是這個chart的主人 即是他是說這個社會的主人 我不論你的政見是否認同 但是呢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的那個 最高的那個領導 其實名義上you know who 即是雖然我不論你是否喜歡他 他作為你的那個leader 但是他名義上 他真的叫做你的leader 是不是 在法律上面 在一些 即是社會的條款的層面 OK 他的確是你的leader OK 那他是摩蠟座的主星 公主星 而同時呢 他亦都是天平座的王主星 為什麼我要講天平座呢 因為天平座 那裡有個MC族 天平座MC族 就是更加講一些法律上 誰是主宰你 OK 然後他是 因為土星是天平座的王主星 那也是第二次去呼應 其實就是數字女人 其實土星現在是數字女人 OK 我剛剛好像說得有點亂 或者覺得有點太複雜 總之我告訴你 土星就是代表數字女人 OK 數字女人現在在水平座的那個範圍那裡 OK 即是他現在被一些政黨的事情 就不斷在那裡緊張她 OK 那何況呢 金星呢 金星呢 金星就是天平座的真正主人 他也都在水平座 那所以金星和土星都是代表數字女人 兩顆星現在都是在水平座 而何況那個火金是合呢 即火星是講一些挑戰啊 一些鬥爭啊 即是說呢 即是說呢 數字女人呢 現在 在一些黨派臨立的氛圍之下呢 他搞得很頭痕 這些就是他忙於要應付的事務 那是不是 即是我之前出片講過 3月3日的那件開心事啊 但我現在就講一件驚天大秘密給大家知道 數字女人 不單止要應付一些黨派的鬥爭 OK 因為你看到 其實土金現在都是在水平座 即是他真的被這些黨派的事務 是搞得很頭痕 何況火星合了金星 火星就是講這些conflict的東西 所以他不單止是精神上 他也都是真的實際上要去應付那些挑戰 也都是我說3月3日的那個開心事 但是 原來數字女人 他現在也都有自己的一些麻煩事情 要他應付 是什麼的麻煩事情呢 是他的身體健康 土筆 現在是不是4分 我們剛剛提及過 好了 筆交點是在金牛座 是這個chart的五公 也都是這個chart的leader 即是數字女人的五公 同時是天平的第八公 你由天平數到八公 或者這裡寫著牧羊是第七公 然後再數到金牛 逆時針到第八公 即是這個金牛是數字女人的五公兼第八公 加上是在說什麼意思呢 是在說他的生育系統有病 OK 但是這個病呢 本身呢 他未必是生育系統的病 他本身可以是在他的金牛部位的病 什麼叫金牛部位的病呢 在醫療占星學 Medical Astrology 金牛是代表你頸部份 臨巴啊 聲帶啊 氣管啊 那些東西 OK 所以他本來 本來他在我頸部的這些地方 有一些病變 但是因為筆交點是說擴散 現在是擴散到他的五公加八公 即是他的生育系統 何況金牛呢 亦都有一種生育的異味 所以你知道女人的生育系統是什麼 即是子宮 子宮頸啊 卵巢啊 可能他在現在這些地方 會有一些病變的 OK 那你想一下 由你的頸 或者是臨巴 可以是擴散到你的生育系統 那你覺得是什麼病呢 難道你覺得是嚴症嗎 難道你覺得是金黃葡萄球菌 我會覺得可能是癌症 OK 那還有何況有說真的 筆交點呢 亦都有一種呢 叫做因果業力的一個含意在 而根據佛教的一個 即是或者 我不可以說佛教的 即是現代很多佛教信徒的一個 共識呢 就會覺得其實癌症是一些因果業力病來的 即是說數字女人 她現在也都很忙於 頭痛自己的一些 在生育系統的因果業力病 例如是癌症 而這些癌症 可能本身是由她的頸啊 臨巴啊 那些位呢 現在就是擴散到去 她的什麼卵巢啊 子宮頸啊 那些這樣的地方 嘩 不經不覺 講了半個小時了 神經病的 我又喝一口水 好 至今有沒有東西漏呢 啊 又說回 剛剛那個說 人民很想去找一些 國外的資源 國外的援助 是不是 咦 我今天剛好聽收音機 說現在有一些 呃 是不是 輝瑞啊 那些口服役 政府 買了啊 OK 那這些人 其實是 它是真是一個 適用的資源 OK 因為 很多國外的資源 不單是你說 你在國外那裏找你的安全感 找回你的價值所在 也都真是 可能國外有一些物資 是會來到我們這個社會 OK 那何況 雙魚座 雙魚座 雙魚座我剛剛都說過了 是一些公共衛生的東西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裏又是符合了 現實的情況 那 是啊 接下來那些 國外的口服的疫苗 是 真是漂亮的 OK 喂 何況記得我說過 上年秋天的時候 那時候如果是研發了一些 任何的 那些什麼 總之是一些醫療的東西 其實是適用的 OK 那可能這些就是 上年在 秋天那時候去研發的一些 口服疫苗 OK 那現在終於來到 我們這個環境了 我們這個 即是居住的地方 我們關心的地方 那所以這一個 是真是一個 值得好好去使用的資源 resource來的 OK resource來的 好啦 另外還有 忽然之間 我也都想去講一講 火金這回事 對了 我想問一下 香港 因為我們現在是講香港地震 香港有沒有一些野煉廠的 什麼野煉呢 就是兩點 做過台灣的台 那個野煉 煉就是煉金煉油的 煉 煉 OK 任何這些重工業的回收 或者甚至說 如果有核洩漏 有沒有可能呢 都會有一點點可能 因為水瓶也是在講核子的 水瓶座是真的在講核子的 OK 因為火金是一種很不靈的 現在火金合相 它們兩個合相 我們會叫一個 就是它們相差零度 因為你看到它們黏在一起 即是它們沒有距離 它們沒有一個 Degree之分 對吧 其實火星現在在五度 金星在六度 差了一度 即是算得是什麽呢 OK 所以這些重工業 或者是水瓶座有關的 Nuclear 那些東西 都會 容易出問題 OK 又或者呢 如果我們再去 將這種精神 去推移廣之 我會說可能 接下來有些 有些要 令你訓練黑苦的場所 是的 都會是 倒閉的 可能有些體育館 或者gym room 可能我接下來會去封 那些文宇康樂的體育館 是的 因為體育館你本身 你是打算去做運動 去鍛鍊身體 是吧 或者馬會 蔡馬會 體育學院 是的 它們接下來會封 或者直接要倒閉 這些要失效 OK 是的 這些體育的動勢 尤其是 因為火星就是說 你要去動起來 你要去刻苦 然後金星就是你去變靚 還有我也說過 火在五度 金星在六度 即是 火星在前面 金星在後面 即是它們有一個前後之分 即是你要經過刻苦努力 你才可以製造到一些漂亮的東西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還沒說過 鑄鏈廠 因為你要把一些噁心的材料 你把它打成 變成漂亮的鋼鐵 或者你要把你的身體 鍛鍊成美麗的身體 這些場所 都會容易出問題 OK 好啦 我真的講到 口都乾 是literally 口乾 我相信今晚的這個開示都差不多 接下來就祝各位好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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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